他是曾经的国拼之心 薛英比赛中不服从教练战术安排拒绝给队友让球而弃的教练和队友愤然离场 虽然说何智利在决赛还是有惊无险地击败韩国选手拿到金牌 但是对于他这样不服从指挥的队员教练也是无可奈何 回国后教练直接表示自己教不了他 让他从哪来就回哪去 倔强的何智利还天真的以为自己只要足够优秀 这点问题还影响不了他的前途 但是他错了 从那以后每次的大型比赛几乎都没有他的名字 即使何智利打得再好也没有施展的舞台 他就像是一个不服从命令的士兵 即使能力再强也是属于战场上的不可控因素 所以教练根本不敢用他 就这样过去一年多 在国家队备受排挤的何智利只能退回地方队参加一些小型的比赛 他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已经对他的前途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于是何智利开始考虑另寻出路 那两年赶上国家外派选手当其他国家交流学习 于是他想到去别的国家校园 就在此时日本国家队抛来橄榄枝 他思考在三后还是选择了远渡重阳去为这个弹丸之国效力 去到日本后他受到优待 再加上他在国内学到的本事可以说是打遍日本无敌手 之后他就干脆放弃了中国国籍改名为小山智利 那年的亚运会他还代表日本出战 何智利信心满满先后击败了曾经的奥运冠军陈静和乔弘 并且在比赛前就剑指当时的国拼一解邓亚平 而正当大家都觉得邓亚平肯定会在决赛中教训这个狂妄的日本运动员时 小山智利在面对邓亚平时却突然转变以前的打法 一开始就猛烈的进攻打得邓亚平措手不及 而且防守也让人看不出破绽 最终小山智利竟然以3比1的成绩取得了胜利 在比赛时他嘴里的一声声腰细刺痛着每一个国人的心 但是更让人气愤的是 他在赛后的采访时公然表示 自己为日本取得金牌比几年前为我们取得金牌时开心很多 这无疑是对曾经的教练公然的挑衅 就在观众对他的言论所愤慨的时候 小山智利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场馆 但俗话说人狂必有灾 两年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 小山智利却遭遇了生活事业的双重滑铁路 之后的他也想回到这个曾经的故乡 但是却发现早已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欢迎点个关注我们下期更精彩